其实在去年跟所有的好朋友分享到我们渔夫大哥的这本作品移民台南 很多朋友好开心 因为不止阅读了书看到台南真美 也读到了一位绘画者他在在地的一个感受性 很多朋友拿着这本书已经变成旅游参考书了 去年这本移民台南是我们在书界的排行榜当中是第一名 可是紧接着在新的年度当中 我们又看到我们渔夫大哥的新作品乐居台南 坦白跟所有听众朋友说 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渔夫大哥他谈恋爱了 因为他跟台南谈恋爱 今天特别邀请他也来到空中陪伴所有朋友 一块来谈谈这本大作 渔夫大哥好 郭学姐你好 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渔夫 诚实说你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我这个书上一开始讲 就是说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 你的未来我奉陪到底 好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 很多朋友我想在第一本书 给大家的影响性很大 扎扎实实的对在地的饮食文化 多了一些深层的了解 可是在乐居台南这本书 这么快在一年内又出来 而且更精彩 内容更丰富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定会问 看到渔夫大哥都很兴奋 说渔夫大哥今天要来台南 我要吃什么 也没有人这样子问你 你现在变美食专家了 你知道吗 其实我第一本写这个移民台南人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说过 他本来说要出五百多页 对对 我给出版社说 不然你是小的 出五百多页出圣经 五百多页 然后后来因为第一本出版了以后 我在台南真的是 其实我一开始就在讲说 我这个不是在讲美食 我一直在讲台南人的生活的态度 跟他工作的精神 没错 可是很多人就看着那个书 就觉得很有意思 就跑去吃了 那变成 您知道这个第一本书 一出版以后 很多商家 我到现在为止 我自己都排不入味 你敢知道吗 我以为你写了以后 他们会把你排第一名 都排不入味 要不然照报来 然后也碰到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有一次 有一位读者 他就带着全家 然后真的拿着我的书 然后就在路边摊在那边吃 可是你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就坐在他旁边 你知道那个路边摊就是一个桌子 一个小桌子 很近 距离很近 非常的近 然后我就坐在他旁边 然后我看到在那边 一边吃 然后一边记录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 怎么会用这样子的这种精神 忍在看这本书 然后最后我忍不住跟他讲说 我就是作者 他那个吃东西的动作完全停下来 蛮有趣的 然后对面做了两个 这个好像是中国来的学生 然后他们就也是这样子了 然后后来就大家一起拍照 然后又拍得非常高兴 那甚至呢 有这种从香港 大家知道现在香港跟台南有直航的班级 从台南对不对 直接就过去了 那因为有一阵子呢 我们这个台南在兰花展 那么有很多香港人就来看兰花的时候呢 就顺便带着我这本书来 然后甚至问我说 要不要到香港去签书 我说我拜托我香港签书 然后后来我就这样想 我说既然大家都这么的用心 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 读者也这么的认真的来看待我的书 所以呢 我就干脆的把它画了六张大地图 那这个六张地图 其实是我心目中的 我自己心中的地图 那我常在讲 您刚才讲说是谈恋爱 或者怎么样 其实这个台南人 心中有两张地图 一张是给这个观光客用的 比如说我的朋友来 我第一件事情我就问他说 你有多久的时间 两个钟头 好两个钟头 那就直接带到那种 比较属于观光地点 对然后就让他们看一下 可是假使说如果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平常要到处走的 那那那是另外一张地图 那是必须要长期住在台南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我就干脆的 后来我就跟我太太讲 把我们水母的说 说不如我们整个 把我们的那些 那些镜子露散 我们自己心目中 还有每天会去走的这些路线 对 把它写下来 对 画出来 总计就把它画了六张地图 所以这一次 这次蛮有趣的 就是除了六张大地图以外 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 这里面也有QR Code 那你就可以用 其实上一次就已经有QR Code 上次就有了 对 但是有很多人 这次增加了这个QR Code 里面还有广播 也是我直接自己 这个用声音来告诉你说 这个地方应该要怎么玩 那更有趣的是 本来以为说第二本 应该不用写那么多 我就发现了比例 写得更多 多了二十几页 没错 可是我也觉得内容的深度更深 而且我觉得有很动人的 内在跟人文有关的部分 有关于就是 其实在这一次里面 也做了很多的建筑的描述 没错 那么在台南是 我一直常讲说 台南是一个活的历史的建筑博物馆 不管是从最早的 希拉雅原住民的 他们的这个攻卸 一直到荷兰人来 荷兰人的那个红毛城 然后呢 还有这一个到了后来日本人来 那么清朝正式王朝 以及到国民党来台 到现在它现在是属于民进党执政 所以整个的过程里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不同的统治者 所留下的建筑的遗迹 换句话说是 在台南呢 常常我常跟很多人讲说 你可以花个差不多一个钟头的时间 比如说在我第一张地图的那个民生律元 你大概走一圈你就知道 台湾的这个历史里面呢 到底有哪一些的过程 那我许多朋友 像外国的朋友来 那像 因为我现在在台南反而很奇怪的就是 以前我在台北反而不太会去跟什么 就是除了这个 除了一些外国的特定的朋友来找我以外 现在在台南反而会碰到很多学术会议 那学术会议里面呢 这个从各国来的教授一大堆 那蛮有趣的 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 都把那个外国的教授全部都塞到我这里了 因为你是最好的在地导游 然后我就开心 我们每一次来 就问他说你是第一次来台湾吗 第一次好来我们到哪里去 赶快去看一看 哎呦好有趣哦 不过刚刚这个渝福大哥提到 因为这一次的这本作品里面哦 我真的最吸引我的也是那六张大地图 我刚才偷偷跟大哥说 现在就公开讲好了 我一看到这个地图说我多兴奋你知道吗 兴奋到本来想把它撕下来 把它弄成一个那个撕长图 带在身上 他想不行这是破坏作品 后来我就想到方法把它scan下来 把它扫描下来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这地图的这个指引方向啊 你就这个带着你的爱车 用你的爱车带着大家 用铁马的方式在绕我们的台南的大街小巷 其实这个好吸引人 因为我坦白说 我是个看地图的白痴 像那个规格的那种地图 什么路什么巷子 搞得我好紧张 可是我看到你的地图 我反而觉得好安心哦 而且目标很明确 都是这都是那 真的有这种感觉 所以是不是有人跟我有一样的心情啊 我在制作这些地图的时候 有很多的这个基本的考验 就是台湾市的地图不见得是 如果一般我们看官方在画的这种地图 就是你如果是照着官方走 官方有个缺点就是 其实他要介绍店家的时候 他不能输 他不能遗漏任何一家 没错 他变成每一家都要写 但是对我来讲是 我在写我个人的地图 我在画我个人的地图 所以你店家我不认识你 我或者是我 我根本就不了解你 那我就不用画进来嘛 所以我反而可以很明确的 画出来的 就是我个人的style嘛 你买来就来 不来就算了 所以你很容易就看得到说 哦这是就这个点 这个点 这个点是在哪里 那第二个就是 我也比较舍弃一般的这种 传统的画地图的方法 我也不管你 这个路到底是不是右弯左弯 反正我就跟你画直线 所以我们就不会被搞混 你知道吗 我就不用造这种传统的 什么比例啊什么 其实这个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刚开始 节目一直在讲的 讲这个建筑这件事 我也去念了 那个建筑博士念了五年 那一般来讲 你念建筑 就是必须要画平立婆 没错 那你平立婆一定要照着比例画 那我是画灌台里 也没有比例问题 我就画我自己眼睛看的 类比的就好了 那就照我自己的方法画 但是画出来 跟一般在画建筑也不太一样 就是一般我们在 如果是文人画的话 就会画得比较 比较随意啦 那我虽然是随意的 里面还是有一些 比较严谨的地方 比如说建筑的细部 你还是要交代的 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一看那个封面 我刚才有没有 这个封面真的好漂亮 所以因为工法很细 所以画多久 像这个封面 光是一个封面 那个封面是很久的时间 慢慢移动一动先画好的 那画好以后 再来进行这个整个的 整个的数位的合成 那在画的时候蛮有 画完以后还蛮有趣的是 奇美公司里面的人 打电话来 我不好意思说谁 他说我们想要把你 买下你这张画 那我说 我说 我说非常感谢 就是 要跟我收藏这样一张画 不过 对我来讲 我不太想卖画 因为我没有卖过 我没有卖过画 但是每一张画 像你的女儿 就你的孩子 孩子一样 你把它卖了 就觉得 当然有画家 很多画家是因为 卖画为生 但我不是这样子的 我只是画爽的 画来满足我们 这些想看您画画的人 所以他说 他说要跟我买 然后第二个就是 如果我卖了以后 我就没有办法处理它 比如说 我也不能放在我的封面 那将来 我还有什么其他的用途 就 没办法用 没办法用 可是每一张图 都是用精工去画 那这蛮有趣的 我很多朋友 看了这个新的这一本书以后 我第一本比较随性 比较随性的画 那么第二本画的就是 采取精工的 这个画法 那很多人就说 哎呦 哎呦 你那味道 我哪里是对 我哪里是什么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 你原来就在画漫画吗 很忘记了 是不是 有两种人 一种就是 从我上了电视以后 才认识我 他就想说 哎呀 这个余夫就是跟那个 什么名嘴 对对 媒体明星 就是一张嘴啊 那另外一种是 从你开我画漫画 他说 他没有看过我画这种 比较 像这种插画型的这样 那其实我自己也开过画展啊 对啊 我也开过雕塑展啊 可是都没有人理我 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了 大部分人认为说 你完全就是画漫画的嘛 所以 我非常有趣 有些父母亲看到我 他就讲 他说 我小孩 我儿子也很有味道的 喜欢画漫画 不然我自己画好吗 然后我就真的很 于衷心长的跟他讲 我说 你还是好好的 把你的小孩 带去给老师 训练画那个素描 那事实上 就好像我们练功夫一样 你马步要 要先扎稳 扎稳了以后 你要搭什么拳都可以的嘛 所以 所以我是 我常常跟他们讲 我是因为画这个 才会画漫画 不是因为会画漫画 才会画整个 这是两回事 其实我是小时候 都被训练成西洋 西洋画的这种过程 所以我每张画 一般我们在画食物 有些人是用泼墨的 对 异象式的表达 那我不是 我是要画得很精工 甚至什么鱼里面 那个鱼鳞都要画得很清楚 然后 我一个碗柜里面的那个虾仁 都要把它画出来 就是这样子 这就是这书里面精彩的地方 因为文字上 除了可以把一些文化情感 还有现场的这个部分 做描述以外 再搭配上 渔夫大哥这种精工的话 从食物 从建筑 从这路线 你就会发现到说 你一对照之下 好像就是活生生的 现在我们虽然是在空中 大家用我们听我的描述 我在看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活生生 我人就放在台南那个地方 我有这种感觉 所以这个 我一直在跟 出版社其实在跟我 编这本书的时候 我一直在跟他们讲 现代人写书 尤其在网络世纪里面 我为什么要买你一本书 那你会打动我的是什么 那我常常在讲就是 那个emotion 就是那个情绪 要带动出来 对 就是你要传达给 这一个读者的是你的情绪 你对这个的所有的 不管你居住的城市 你吃的食物 你到的地方 你是要把那个情感 传达给这个读者 那假设说你做不到这一点 那蛮有趣的是 同时在进行的时候 还有人叫我写一本 那个数位的 这种有关于科技的 我写到后来 我只要写了三分之一 我跟他讲说 我瞎不下去 怎么回事啊 我说这个 科技这种东西 一来千遍万化 第二来 写不出情感来 那写不出情感来 那我就 我说算了 这种我就不要写 我还是好好的写我的这个乐剧台 那其实在 制作这些绘画的过程里面 那个真的是非常辛苦 我后来 因为那个每一样的东西的材质 材质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 比如说 你装这个食物里面 有陶器 有瓷器 有什么 甚至有钢制的 然后美奈米 也不管了 但是你一定要把 你要把那个材质画的 那种感觉有出来 对 所以常常画到 我把这个书稿全部交完以后 就跟那个出版社讲 我说我要休息三个月 太累了 这就是看余福大哥的画作 真的是让人觉得感动的地方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看这本书 我一直觉得除了去把这个余福大哥 你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出来以外 你也真的是把情感送给了我们读者 那当然这就是我在 为什么很肯定的说你在谈恋爱的一个原因 那还有呢 刚刚讲到封面 我就想提一下 其实里头也大概有提到这个故事 因为透过这个文字描述之后 我才发现到 真的你在台南 台南火车站那个火是没有的 它是台南车站 我也经过那里好多次 但我竟然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其实因为你的带动之后 让我们发现到 原来我们很多时候在休闲 甚至于走在大街小巷去观光旅行的时候 我们会疏忽掉很多 这种不经意的地方 你就这样错过它了 其实这里有好多好多故事 我们竟然不知道 其实是我在书里面也讲说 幸福在我看来不是去追求它的 它其实是在你的身边 你会去发现它 那比如讲我最近呢 去这个做了一位医师的 搭了一位医师 就是他的游艇到安平港去玩 玩得很高兴这样 然后那个医师啊 就是一路上就是 他自己开嘛 然后带着我们这样 这个安平港还没开放 还没有这种旅行 对对对 那我们就搭着他的 因为他有执照 所以我们就搭着他这个游艇 就整个安平港这样游来游去 他游到台南运河里面去了 哇好酷哦 这很难得的经验 然后最后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买游艇 只有两天的时间是高兴的 那我说什么时候 他说第一天 是我买进来的那个第一天 把游艇买进来的那个第一天 他最高兴 然后说那第二天呢 第二天是把它卖出去的时候 天哪 我们都一直以为拥有游艇的 那个拥有的时间是快乐的 他中间是不快乐 他中间 他中间你知道那个游艇 就要放久了 然后他底下会长那个胎啦 对对 长得有的没的 那还要去清洁啊 你要必须要 你整艘船要请个雇人来 然后把它洗干净啊 对对对 然后还要补漆啦 什么的一大堆的 他光说他光这个麻烦 他就已经快气死了 那么所以所以其实 很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 我讲一个人的一辈子 最好要游艇啦 要马场豪宅啦 飞机啦 但是这些最好都是朋友的 去拜访朋友说享受一下 可是真的要摆开这个想法不容易耶 所以就是说我们去追求了很多的 很多所谓的幸福 其实幸福来临的时候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就像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追求很多幸福 那每一个人都想要出人头地 那像我自己 我也当过了什么电视台总监 当过什么 当然这么多的职务 好像表面上大家觉得 你这个有权有势 有影响力 可是自己这样想并不快乐 所以自己去追求来的 那一个幸福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幸福 那倒反是现在 反而现在是 我常常讲清亮的幸福 那当然如果说现在最流行的话叫小确幸 小确幸 那么其实清亮的幸福 它就很简单 就是其实幸福就在你旁边嘛 你有没有去发现它 好比我在这一次的这个书里面 我也画了很多花 不管是什么枯简啊 枫林木啊 羊蹄甲啦 我画了非常的多 那这个出版社那个总编辑的时候 他说 你画了这么多这个 你画那个花 为什么画得这么漂亮 我说那种感受 因为我过去 我过去住在台北 然后每天早上一大早就 因为我是总监嘛 所以就有什么司机啊 什么的 然后就是就就再到公司去上班 上完班以后呢 就下班的时候又很晚 所以一整天我不知道 司机的变化 你只知道有晚上 只有外面都是黑的 你永远都没看到天亮的时候 也没有忍乐 好像都是空气 对都空调 然后然后到台南以后 才会开始去感受那种 司机的变化 然后像我在里面 我特别有讲到说 秋天秋冬的时候 来台南最适合 那人家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第一个 它天气不那么热 但是它也不那么冷 对对 那刚好到秋冬的时候呢 很多这种海产水产都出来 最多的时候 吉马啦 然后这个什么特特堤啦 乌鱼 都是在秋天的 那个时候出来的 对 那刚好那个 那个节日到了 那个时节到的时候 然后这个什么 黑面皮露啊 什么黑富燕鸥啊 都来了 所以就开始会去感受到那种 万物 那种生态 它的这种事实的变化 还有包含我们 讲的植物 你到春天的时候 你才开始会去注意说 每个季节里面 不同的花 什么时候开什么花 所以里面甚至有一张表格啊 是蛮有趣的 是我太爱写的 对 这大嫂的丝长花路线 对 每个月都有 很棒耶 每个月都有耶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说 你 这个是因为 你开始去感受它 所以你就会 呃 住了好几年以后 你才会开始注意 哦 然后什么花跟什么花之间的这种 呃 称词 比如说 你开这个凤凰 凤凰以后就开阿伯乐 所以它刚好会在那种 季节交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两个 一个黄的 一个像黄金鱼一样 一个像 呃 呃 大红色的 然后就参差在一起 那你就会看着 就觉得很漂亮 嗯 可是 以前如果你真的是 像我以前这种生活 你不会去发现它原来就在你身边而已 嗯 所以最近 蛮有趣的是 我听 呃 这个 市长在讲 他说要把整条海岸路啊 中间呢 开始要去种 苦茧 哦 种苦茧啊 就是苦龄嘛 对 苦龄啊 我知道 苦茧开起来是紫色的 紫色的花 会非常的漂亮 那你想一整条路都是紫色的 那是多多美的一个 好浪漫哦 可以想象那个图画的样子了 而且那个整条的海岸路 它是属于公共艺术很多 嗯哼哼 然后呢 年轻人很多 那 所以你想 你可以想象说 在那种紫色花开的时候 那在那里男男女女谈恋爱 我想 应该是很浪漫的 嗯 其实是把美的生活 就是在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而不是束缚于高阁 对不对 对所以我常在 我也在跟 比如说我也 偶尔我会碰到市长 我就讲说 我在读那个叶石涛老前辈啊 呃 因为台南好台南这个这个城市是这样 他有很多重量级的文学家在写他 嗯哼 所以其他的城市里面呃 除了台北台北还有一个 还有像类似像白鲜勇写的台北人啊 嗯哼 那其他的城市就是呃 你说部落客写也不是 呃 也不错啦 但是问题是呃 如果是重量级的文学家在 在写这个城市啊 那个城市的软实力就会出现 没错 嗯 那我有一次在高雄碰到我们的 我们这个国宝级的这个文学家一堆 我就跟他讲 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写别的 你就专门写你们高雄 你住在高雄 专门写你们高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们这样 你知道写久了以后 人家都会对你 啊 人家提到高雄 就会提到你这位文学家 嗯哼 其实呃 在 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在日本 他们有很多人 比如说像海明威在那个 美国那个东部那个 佛罗里达那个 那个Key West 嗯哼 你就 你知道去那边的第一个 第一个要看的就是 海明威的家吗 嗯哼 对 他也是在那边的一个历史啊 对不对 嗯 然后他在那边 海明威又喜欢在那边捕鱼啊 什么的 大家就会 哦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 当一个城市被这些文学家去叙述的时候啊 他就会变成分量就会重 就会增厚很多很多 对 所以这个叫做文化的厚度 没错 嗯 那呃 所以我跟那个市长 偶尔在跟市长讲 我说 哎 那个 我看那个叶石涛那个 老前辈说 台南是森林之都 嗯哼 他说啊 可是我现在看怎么不像 没有森林 哈哈哈哈 以前的市长啊 测料料 呵呵呵 啊测料 我说 那你现在应该把它恢复 他说 可是要种的地方不多了啦 就是整个 都开发了啦 嗯 那怎么办 我说那你不会种墙壁啊 哦 种墙壁 哎你怎么会想到种墙壁啊 就植栽墙嘛 哦 哦 嗯 这也是一个转弯 哦 一个改变 啊 其实 其实现在这种 这种所谓的植栽墙 就非常的多嘛 嗯哼 但是主要是一个城市的绿化 很重要 所以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的台南市 应该是去强调 是一个人本的都市 嗯哼 就是 现在老人到底应该要 住哪里 应该是住都市呢 还是住乡村 我觉得余福大哥 哦 他您提到这个真的很重要 因为我自己也有音法族节目哦 我就发现很多老朋友 在过去还没退休之前 都有一个想象 就是说 我老的时候 我不要帮去那个山边啊 或者买一块地啊 就在乡下里面 就是养老 可是现在反观 现在的社会 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 等等来评估 感觉上好像都市 会比较适合老人 而不是要选择在乡下偏僻 那个比较穷乡僻壤的地方 那您是怎么 您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如果选择乡下 也不是不可以 但离交流道要近 交通要很方便 对 因为如果万一有什么事啊 要直接要送到都市 因为都市的医疗机能 生活机能 还是比较好的 那你像一个人退休以后 他不是离群而所居呢 不是说跑到这个 什么乡下去住 他应该是说 他需要我朋友 他可能像我妈妈就好了 我就一直要 说服他来跟我一起住 可是这之前 我要准备很多功夫啊 你准备些什么 可不可以教教我们啊 第一个 因为我妈妈为什么 她目前不想 跟我搬下去住 是因为我的 因为他的孙儿啊 他的金孙 金孙啊 都还没有嫁娶 那他一直希望说 这些小孩子 嫁娶完了以后 然后他就 他才能来 以前他都跟我一起住 可是我现在在想是说 如果我要让我母亲住 到底要 因为他现在也七八十岁了 那么我要找的地方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想来想去 我最后在想说 城市是对的 因为 生活机能够 比如说 他喜欢 去 生菜籍啊 你一定要 大地方 有一个大菜籍啊 对 对 对 然后呢 比如说他喜欢做一点 比如说 慈激的工作 你要 你要看他的 慈激不会跑到 这个穷乡壁 去设一个什么点 所以他会在城市里面 原则上都还是在都市当中 对 比较多 对 所以你要让他很快的去接触到这群人 嗯哼 那另外呢 医院也要进 所以我一直 我一直在在台南市里面一直在想说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点 这个点是适合他住的 嗯哼 是一个老人住的 不就是只要是我妈妈喜欢住的 应该是老人都可以住 对对对 那么如果是到乡下去 那就不太好了 那就可能距离太远 嗯哼 所以呃 我现在我在书上一直在讲一个概念就是 现在我们的都市的一个生活机能 是应该要以人本为主 应该是开始去思考这些 呃 一个都 一个城市 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很多这个县市场都是以工业园区来思考 嗯哼 啊反正我这就台中也要去一个 新地区也要去一个 然后高雄也要去一个 台南也要去一个 好啦 有那么多工业园区吗 对没错 有那么多人吗 嗯哼 那么 好就算住在工业园区 大概你像比如说新竹 就变成竹东地区在发展 嗯哼 可是他就没有 那个就是一个新的市政 就没有那个 过去城市的历史 没错 嗯 那我请教一下 这些人当他们要消费 他们要游玩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去 他们就不会待在新城里面 他一定到外头去了啊 对啊 嗯哼 所以台南是 城市现在慢慢古老了 有在全球的这个城市的思维里面 城市已经慢慢变成是一个 一个游玩 一个娱乐的中心 不是变成一个办公大楼 而且城市的这个地价什么也太贵了 嗯哼 而且再加上网路事迹已经到了 嗯哼 那么所以这个城市应该是一个 适合老人生活 而且呢 也适合年轻人来照梦的地方 嗯哼哼 比如说像年轻人可以来找个老房子 然后把它整理好 然后自己用自己的能力来开个餐厅 开个咖啡厅 然后变成一个城市 都是一个以人为思考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像丹麦的哥本哈根 像这种城市 它就是骑脚踏车而已啊 我到河南去看 哎 他也是骑脚踏车而已啊 然后骑脚踏车变成是一个人权 嗯哼 而不是休闲 那我们现在台湾还有很多城市呢 其实我们台湾对于这种 像我每天骑个铁马在台湾市走来走去 有一天我就跟市长讲 我说你那个像刺桿头前面 你可不可以规定只有可以骑脚踏车 专属用的 对 就是 在国外是这样的思维啊 甚至呢 呃 你的人行道啊 你的天桥啊 通通必须要让脚踏车能够牵上去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在 在这种所谓的休闲 嗯哼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 从人本 那如果你是以工业园区来想 你为了要让 呃工业园区发展 所以你就开始把你的道路拓宽 那一拓宽就把人的 走的这个路就 就就占据了 对 我们人就走路的地方都被压缩掉了 是啊 嗯哼 所以然后呢 你要种树种草的 通通都没啦 对 通通都没啦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城市就不会变成是一个啊让适合了 但是在欧洲啊我有一年呢我到瑞士啊瑞士有一个叫雷曼湖 然后我到了一个乡镇那个乡镇是非常有名的乡镇啊啊那个卓碑林啊我们这个有名的电影大师卓碑林也住那里啊我去那个我就觉得哦这个城市美到啊然后就看到很多那我们跑去那个餐厅吃饭的时候就看到很多那个你一看他就知道他很有钱的老人你知道吗那那种老人你不要老人尤其是虽然现在的一般的消费都是什么二三十岁但是到上了一定的年纪以后 他是精品级的这种消费没错没错嗯他是有钱有闲的嗯然后如果你给他的环境是是让他足够可以好好的在那边舒适的生活那花钱对来讲那个真的是小事嗯对那真的是小事嗯哎我发现到哦我虽然觉得我们于夫大哥在跟台南谈恋爱但事实上在你这样的悠游在这个巷弄之间哦其实你做了一个很大的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 因为你做了一个公民应该要做的责任你将社会责任投注在你的画作你的文字甚至用轻松的表达方式这个轻松就是让大家因为现在大家重视是休闲可是这个社会责任你就融入在这文字之间让大家可以去读到它而且去了解它其实您刚讲的生活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每位朋友听到的时候很期待我们台湾是属于这个样子哎对不对嗯哼其实我也一直在讲生活这件事啊没错没错呃这个蛮有趣的 所以有很多这种老台南人呢看了我的书以后说哎奇怪啊我住在这里六七十年了我实在乎都没看过这这一定是很多人会问你的事情啊而且甚至你看你从餐点哦从这些食物当中你也看到了族群融合的这个美这个是很难很难很多朋友说在吃这个异国饮食的时候会想到的事情 其实在台南没有什么老实讲啊没有什么很明显什么外省本省啊没有这种分分别而且更有趣的是台南现在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餐饮学校那年轻的一辈都跑到餐饮学校里面去学习嗯哼所以变成那种传统的小吃啊什么都没有人要学啊很多这种传统小吃店就跟我讲说啊就请了没人啊啊少年啊都没有啊要去啊啊 啊年轻的其实不是不学啊跑到那个饮食学校里面去啊就是就是去念那些科系那变成那种传统的怎么做法他们就没有兴趣了要不然就是回来以后就要搞大要改那种搞那种麦当劳就是要创新式的然后连锁店的然后也不是不好啦就是说原来的传统就是面临危机嘛面临危机就变成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这个现象 就是哎靠我靠那个外籍新娘哈哈哈哈还有外籍新郎哦对对嗯比如说我在呃在台南我就常常开始会遇见那种越南的老婆嗯哼哎他愿意做啊哦反而是越南老婆在那边继续把那个传统的东西传承下来嗯然后也碰过那种呃这个四川哦四川人啊他是他是真正的四川人哦嗯哼 他不是那个什么1949年以后真正的四川人哦是中国四川然后过来台湾的哦嗯哼然后他就娶了台南的老婆那因为他来台湾玩的时候遇见的嘛他就就就就住在这个台南然后他做的菜就很道地非常道地的川菜啦又香又麻又辣又咸可是台湾人不太吃辣的哈哈哈哈那怎么那怎么做餐馆啊那就蛮有趣的嗯我常常跟他讲说 哇你要辣成这个样子这个台南人我快受不了哦嗯哼可是他还是见他生意还是很好啊就是还是有一有一有一些人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味道那么那蛮有趣的是我看那个很多媒体也报道过他那听说啦台北有某媒体大亨了就说哎呀你做那个那么道地的这种川菜你到台北来开吧嗯哼哼就那个人就就就一句话就跟他讲他说 我我是因为喜欢台南我才来跑来我才我才来住台南而且我娶的是台南的老婆那我从这一点看到的是我一直希望说看到一些族群这样融合那反正是住在台湾的人通通是认同这块土地不管是哪一省的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国的也一样嗯哼所以所以所以在台湾这个蛮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不太看的时候说像有些人跟你讲话 有些人都说台湾的说你是你台湾的说好哎呀好有意思哦你看哦从这个我们的生活里头可以体会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多那当然点滴都是幸福所以幸福真的不是远求耶就在你的身边耶是嗯所以很多人在我在这一本书里面我也一直在讲就是说 如果当你开始去 把你的这个 开始去跟 静下心来 开始去跟自己对话的时候 然后你才会觉得 你自己是存在的 对 那我们在 而且人生是这样子 就是 当你到了 像我这种连过半百 那有很多事情 你要放弃的时候 比如说我到台湾的时候 我很多朋友 就是一直很不能理解 他说 那个 像你在台北 你有那么多资源 你有那么多有钱的朋友 然后 你走路都有风 甚至像 我以前在媒体的时候 我一走进餐厅 人家一定是把我 引导到一个小房间去 都是VIP的 是 对 这真的 那 那我只要到哪里 人家就 我又现在 来 有一次我在台南 遇见这个老朋友 叫李涛 那蛮有趣的 那李涛因为我们在 早期电视台 在创立的时候 我们都是算 有革命的情感 不管我们对于这种 政治时事看法不太一样 但是问题是 我们都是有一种革命的情感 那有一次我去买那个帆布包 我不是买帆布包 我去拍一个帆布包 然后 我这边拍拍拍 然后我就穿个短裤 穿个拖鞋 然后在那边拍拍拍 突然有一个人喊 渔夫 然后头弯过来 李涛 你们两个画面真好笑 很好笑 对 真的很好笑 那我看到李涛的时候 我们觉得蛮有趣 他正在那边选购 那个帆布包 然后李涛旁边就有 又有什么导播啦 摄影助理啦 又有摄影车啦 然后一行人就七八人 那我就突然想起 我自己以前当总监的日子 也是这样 只要我一出门 后面都一大堆人跟着走 前呼后咏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我现在不是 我现在是穿个短裤 然后拿着手机 然后老板大概也看说 这油这赶紧人啊 然后但是李涛来 他们就会很慎重啊 因为毕竟大批人嘛 还是有一点比较有点 这个阵仗吧 不过当然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 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说 其实我是看开的那种 我不觉得我现在出门 还要这么多的这种 这么多人跟着我走 所以我在台南有一次在演讲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就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放弃当初那么多的这种 所谓的成就 我说我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已经过了五十了 那么我在过去所运用的社会资源 也非常的多了嘛 那我现在在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现在有必要再去使用那么多的 运用那么多的资源嘛 我有比如说我有必要 再有一个司机 然后坐半死的车 然后到处走 我有必要这样子嘛 然后我有必要每天出入 我就是要大鱼大肉吗 那我不能简简单单的生活吗 留一些给后代的子孙吗 那我也不一定要什么种植什么 反正我是这个大自然 同种都是我的 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人生是 现在尤其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各位我们说起来也蛮有趣的 大家一直在讲什么减碳不减碳 其实你把你生活过得简单一点 就是减碳 对对对 那所以我现在生活上 其实我都 我现在也蛮有趣的 我早上大概六七点就起床 很多人不相信说我六七点起床 因为你都以为你会睡到 那个自然醒的那一种 我以前大概就会睡到十一二点 才醒来 然后三晶半夜还不睡觉 那现在不是啊 现在我大概一大早 我就五六点就醒来 醒来以后呢 我就处理一些事情 然后呢我就准备要出门 那我就开始骑着脚踏车到处去逛 那这个就很简单嘛 然后到了中午 就是早餐 早餐我会吃好一点 因为台南的早餐是最精彩的 台南的早餐最精彩 不吃真的很可惜 真的 可是我中午就是早餐吃得饱 那么吃得好 然后中午中餐吃得饱 那晚餐就吃得少 所以我一天每天的生活很简单 早上起来 吃早餐早餐 然后就去喝杯咖啡 在路边喝杯咖啡 然后在骑着我脚踏车回来 回来以后就开始跑去睡个回笼觉 要不然就是做事 然后呢中午 偶尔就 我太太有做一点东西 我们就在里面吃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跑出去外面吃 然后下午就跑到咖啡厅去坐着 那整个下午就开始在那边看东看西 这类的 到了差不多 暗头啊 我们就跑去健身房 运动 运动完呢 晚餐呢 就变成两个人也吃得非常少 所以很多人说 鱼粉你不胖了 那你不是生活正常 你就不胖了 对通常会发胖 都是因为生活不正常的关系 是啊 然后完了之后呢 回到家里面呢 就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现在慢慢电视也没在看啊 反正网路多了事啊 然后我们看完以后 大概 我现在有时候啊 有一次啊 我平常大概是 10点11点就跑去睡觉了 然后有一次的8点多就想睡了 越来越早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想说 不行 我不能 我不能8点多睡 这样会变像农夫一样 他不像渔夫 哎呦好好玩哦 可是您看哦 其实放弃了很多的光环哦 那个刹那跟决心 还有你想通想要是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在您自己的内在心中 事实上已经思考了很多 对不对 其实 那时候要放弃的 也不是说放弃啦 我是觉得说我应该有一个新的生活 人生要有第二个人生嘛 嗯 因为其实我们的 我们大半辈子的人生都是在为 为家庭 为 像我常 呃 什么叫被放弃的一代呢 我们这一代里面呢 上面有父母 下面有小孩 那我们是要照顾上面的父母 又要照顾下面的小孩 可是下一代哦 我叉叉味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被放弃了 哈哈哈哈 我上次到那个 我在听人家讲说那个 中国大陆哦 一个小孩有六个父母 对 那就是 就是有父母亲 呃外公 外公外婆 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 都有嗯 好啦那说他们现在长大了 二十年前的事情嘛 那现在他长大了 长大了以后他养不起六个 六个老人啊 所以他干脆把他们房子全部卖掉 把他们送到那个养老院去 所以我们这一代 剩下我们这一代变成是被放弃的一代 那 有什么什么健保老保以后 我们可能有没有有没有都不知道了 反正我们这一代里面呢 就 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要有过我的第二个人生 嗯哼 那这是你到最后到你这种关头 是因为你还有还能够动耶 啊 再过来你可能就呃到了这个这个七八十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什么心痛不痛啦 心动缓慢啦 反应不快 啊你想去哪里大概都不行了 那就是这一个年纪刚刚好剩下有有体力的时候 所以这个满有趣的 比如我在画这本书的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可以画一张图 我好几天这个这个每天都熬夜 然后一直画下去 然后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嗯哼 可是现在我这样我现在画一张图 我大概这个画个一两个钟头 我眼睛就受不了了 哦 就是说我常跟我太太讲说我大概只这几年可以画了 再过再过一阵子啊 恐怕要画得很多 哈哈 眼睛就看不出了 哈哈 那时候出版速度就会变慢了 因为画一张图要等很久 我现在事实上就已经画了 呃 我已经三个月没画了 我没落去 哦 那眼睛就疼了 嗯 嗯 所以哦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看到的是作品哦 但是其实在作品的背后有更多的生命故事哦 从于夫大哥呢 来到空中跟大家的分享 总觉得时间都不够哦 但我最后只想问大哥一件事 做了这么多 因为你的人生已经开始走第二个阶段 而且呢 在短短的时间内哦 是大家都好喜欢 买书买得非常踊跃哦 可是放下这所有的一切 回到啊 就乐居在我们台南地区 你幸福吗 我常跟很多人讲说 人生要不是充满着惊奇 就不值得活下去了 其实有很多事情 你把它另外一个角度看 那一些惊奇就会出现 嗯 那要是没有惊奇 呃 我常常讲上帝啊 总是会帮你开另外 所有的门都关闭的时候 他会让你 他会另外再开一扇窗给你 嗯哼 是 所以这个幸福 就是当你找到那个窗口的时候 你要记得 要去接触它 你要相信 上帝会给你的 没错 没错 那当然我更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们哦 您可以好好来阅读我们于夫大哥的 这个新的作品啊 透过我们一副大哥的引导 来了解到 为什么他会跟我们台南谈恋爱 乐居台南 其实我看到这本书之后 我就更期待 大哥你下一次的作品 我看你要怎么写 会不会把我们的感情带得更深更深 让我们去了解这美丽的台南 在这儿真的非常非常谢谢您在空中的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